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与阿林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麦炳荣的戏剧人生 上一回就讲到,在1936年,麦炳荣就要秉承她母亲的命令 就和刘阿葵结婚 但结婚不久,麦炳荣就与陈塘的名记,花丽华相戀 而这件事就被刘氏,即是刘阿葵发现,控告她重婚 结果怎样呢?结果麦炳荣就和阿花丽华,阿花丽华的本名 就叫做秦寿云,逃难,逃婚,逃来香港,继续生活 但很可惜,天意浪人,花丽华在1963年就在香港病逝 其后,在第二年,即是1964年,麦炳荣就举后了 当红的武打女星于素秋,并且就和她结婚了 刘氏,即是刘阿葵和于素秋一共帮麦炳荣就生了七个小孩 就是这么多,时间就踏入八十年代初期 麦炳荣和凤凰女就在保人和剧团那里担任文武生和正印花弹 继续开起,除了演出粤剧之外 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麦炳荣曾经拍摄过不少的戏曲电影和粤语电影 他曾经拍摄过电视片集中,又以电影奉国恩仇未了情最为文名 在1984年9月30日,农历是甲子年9月初六 麦炳荣因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在美国三藩市逝世 最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麦炳荣演出过的电影 在1964年就有危龙关闢,霹零场眉的上下集 在1963年就有清官斩孝侣,乱拜石楼群,武潘安,铁马神浪,万事圣意,打龙袍,铁锤怎么 useful 鱼貓大戰感無暑,不斬流難勢不患 1962年,他曾拍攝過《紅酸嬌》、《搶老婆》、 《黎城金粉》、《豬流初》、 《小甘羅拜相》的大結局 《雕萬元帥》、《莽將軍》、 《寒天雷》、《斷橋產子》、 《春花長好月長遠》、《尼窩一笑九重淵》、 《打死不離親兄弟》、 《鮮學神堂救武斬交龍》、 《春滿帝皇家》、《龍虎風雲萬里雄》、 《奇女蝕一良》、 《鳳國恩仇未了情》、 《木偶公主》、《一流風雪》、《夜歸忍》、 《血洗愛河橋》、 《雄izzy年》、《心室》、《修山公城》、《一萬萬困難》、 《雪涯法 clarity》、《vern must go, 《 деле every day to death》及 《燒 cooked fun》、 chúng aus Regarde, 《雪お天儿》、 《夜歸忍 doesn't matter》、 《雪花的活動》、 《雪花秀之 hine》、 《雪花30 Cubeah," 《雪花花的活動》、 《雪花》、 《雪花的活動、 海鳳 盧花河會墓 傻俠勤王 冤魂塔 小甘羅拜相上閘 月掌殺孤岸 鬼仔報親手 黑夜飛頭記 夜光杯上閘 火網英雄傳 夜光杯下閘 武林十三劍 武林十三劍大結局 三戰定江山 一柱擎天雙虎將 十三歲風榜 金聯教子 認親兩 花木蘭 楊門女將 告御長 孤兒舊祖 十年一教 楊周夢 然後是一九六零年 一九六年年就有琴跳舞的下閘 天雷劈官 生鬼仔 虎兒救母 飛頭公主的血救親夫 祖兒孝祖 祖兒救救雙親 琴跳舞的上閘 猛鬼孤兒 雙孝子 月公救母 白蛇女 碎屍還業債 銀平太子 陰陽何會妻 雙孝女萬里尋親 貞蛇賭 錦羅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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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箭何文修 花開並替連 這是一九五九年 紅蟹兒水晶宮救母 鐵線公主 神火破天門 紅蟹兒水晶宮救母 鐵線公主 神火破天門 紅蟹兒水晶宮救母 鐵線公主 神火破天門 紅蟹兒水晶宮救母 鐵線公主 精鐘轉 禮鬼呼聲 芙蓉轉 一枝紅艷露營鄉 戰國佳人 隨卻無山 筆勢雲 安陸山夜祭貴妃墳 石頭太子山衛 白發蘇良 楊懷 石頭太子山 徚樊 石頭太子山 五八年 戰國佳人 電影 電影 五八年 添添芷孝孝母 含淵 漢宮 生屍恨 雲花搖臺 夜合花 雙仙 拜月亭 火網帆公 十四年 朱恆基 文基歸漢 鮑公其案 灰蘭雞 陳公馬曹 陳公馬曹是1957年 繼續有鮑公其案 諾臣 1956年 三五佳旗 1955年 虎道 危誠兼蝶 後槍 1954年 初遺人母 萬女催妝嫁玉朗 1953年 新風神榜 1950年 俠道 黑海棠 1949年 背解雄羅 1948年 魚貓大戰錦毛鼠 1947年 幸運新娘 三月道 捐魂 1951年 檔叩之 冰山火線 1940年 一代名花 花恨恨 一代名花 《一代名花》 《花影恨》 然後 《夜道紅燒》 另外 她也主唱過一些粵曲 分別是1956年 三五佳旗 1961年 天賜福星 1961年 太平天國女英雄 1962年 春滿帝皇家 1960年 保兒孝祖救雙親 1940年 一代名花 《花影恨》 1940年 夜道紅燒 1941年 蕩購紙 麥丙明 原來也拍過一些電視劇 她在麗的電視劇時拍過一套電視劇 叫做《奇兵三十六》 今天和大家分享麥丙榮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N頻道 我們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其他粵劇老官 他們的生平和演藝人生 好 下一集再見 拜拜